欢迎来到冰雪世界 各位观众朋友们 您没有看错 这里不是在国外 而是在桃园复兴的 拉拉山神木步道区 我们可以看到 从树枝山壁 再到这个徒步区 都附上了一层厚厚的雪 因此也吸引许多观雪民众 来到这里来赏雪 入洞操场寒流来袭 却依然不解民众的追雪热潮 有年轻民众透早起来追雪 抢当2月6号拉拉山神木园区的 赏雪投降 新范的分享起 当踏进眼前的银白世界时 就好像走进电影场景一样 我们从早上三点半 从林口出发过来 然后我们是第一位 我们六点钟 第一位那个铁门打开 我们是第一位进来的人 真的没想到台湾可以 就是积得这么厚 对啊 真的很漂亮 看到这样的雪景 觉得很兴奋 也有民众开心的堆雪人 打雪仗不见一丝寒意 在只有零下三度的高山里 玩得不亦乐乎 而许多家长则是把握 这次难得的下雪机会 和孩子一同体验这场冰雪奇缘 很值得 因为在路上还像嘔吐 我们拉拉山这么久以来 就这么一次有这样的下雪状况 特别带我两个孙子一起上来 为了要看雪 他们也非常高兴说 要来看雪 从来没看过这样子 根据拉拉山管理站的统计 4号的入园量突破2000人 来到2871人 一直到6号入园人数都在攀升中 而自从降雪以来到现在都还没有溶雪迹象 拉拉山上的积雪一直维持在30公分以上 提醒想要关雪的民众 务必要做好保暖工作 车子轮胎加挂雪链 才能开心出游 一路平安 原市新闻9号下麦乌溜桃源复兴采访报导